大家好 平時大家都會很乖 每天都會飲用這個restore 因為它有一個甜葉菊 可以令身體可以排毒 不舒服的時候 你會覺得快點好 而且去廁所都順一點 其實我們的橙花孫子 都有這個甜葉菊 其實甜葉菊 它可以現在最好 就是戴口罩的時候 又濕又菌 多的時候就可以噴一噴 令菌清掉 另外我最喜歡就是 每一次看完手機 眼睛很累的時候 兩下 眼睛會精靈很多 而且沒有那麼累 因為它可以有抗藍光的作用 而且去水腫的功能很好 這個位置不知道為什麼 噴完之後真的會涼滲滲 很舒服的 會有一個收緊的作用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去水腫的產品 它就真的很好 另外也都可以做一個眼目的 它的精華這個花水之外 其實這個甜葉菊 有一個是抗污染的效果 所以其實我們每天噴 戴完口罩一脫下 其實噴兩下 就已經可以減少口罩瘡的形成 另外其實這個橙花孫子的維他命C 是非常之高和完整 而且是容易吸收 為什麼呢 其實一般的成份 護膚品的成份 其實我們肌膚 塗完之後 最多最多 頂曬 都是10-20%吸收到 但是橙花孫子不同 因為它的維他命C 完整性 和基因的效果 它是吸收很多 為什麼呢 平時可能拿橙花一塊葉來抽取 但是我是整棵連根 所以我們拿原材料的時間 是特別難 因為我連根一起拿的時間 它整棵維他命C是認到 那肌膚的DNA認到的時間 其實會大大增加吸收的能力 可以去到5-60% 另外其實因為它份子細 會幫助肌膚後續的吸收 有客人說 塗所有透明質酸都會 起這個拆膠水的時間 但是用完橙花孫子 做一個Base之後 它用的透明質酸 或者保濕產品 就沒有了這個 起拆膠水的問題 所以這些一支 就可以一支走天涯 可以平時可以做一個眼的Mask 可以做一個口罩急救 以及也可以令到肌膚 還有一個非常簡單的 就是一個倒入的儀器